记录再次杀新 24颗卫星已经就位 美军却突然表态 我们需要比GPS更有效的 根据近日的报道 我们可以知道 第52、53颗北斗导航卫星 日前在西昌发射中心 以一键伤星的方式 被成功送上预定轨道 至此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的部署完成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速度的世界记录 再次被杀新 它引起的全球讨论 让美军也加入了进来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的部署完成 意味着北斗导航卫星 向全球布局的脚步已经加速 这也让美国人感到更加的紧迫起来 为此美军就在近日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们需要更有效的导航卫星终端机 能接收其他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信号的 看上北斗了 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称 国会希望美军能拥有一种 能同时使用GPS 和其他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讯号的原型接收机 这也将使美军士兵在未来的战斗中 能更好地找到位置 毕竟西方媒体的报道就曾表示过 美军士兵会使用指南针的已经不多了 分析指出 实际上 GPS在中东战场上的多次失误 才是美军突然要求升级其信号 接收终端机的原因 毕竟美军在这一方面吃了很大的亏 而这个消息 中国在北斗刚刚完成核心星座的部署 全球布局加速的时候 就尤为的热眼 北斗的发展我们有目共睹 从无当有 从被排挤到竞相合作 虽然加利略 格罗纳斯 北斗和GPS并称四大导航系统 但实际上 欧洲和俄罗斯已经开始寻求 同北斗的合作 可见北斗已经得到了大范围的认可 那么美军这次是看上了中国北斗吗 美军在其报告中并没有对此提及 但其中有个细节就颇为耐人寻味 那就是美军希望他们的终端机 未来在GPS失效时 能连上欧洲的加利略 可要知道 加利略之前停摆的新闻 不说轰动全球 但也人尽皆知了 说实在的 加利略还没GPS自身靠谱 美军是认真的吗 分析称 这就是美军聪明的地方 GPS不可靠找北斗 美军即使这么做 也不会说的 这完全是在帮北斗做广告 但我们都知道 欧洲曾经通中国的事情 加利略和北斗 可是用的同一频段的 既然能连上加利略 北斗为什么又连不上呢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